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近年来非洲旅行越来越主流 其中有很多的因素 但比较主要的应该还是因为这里发展缓慢 作为人类为名的发想地 非洲却不像其他地区那样飞速发展 大部分的自然风光仍然保存的很完好 在文化方面,非洲人也十分传统 时至今日,非洲的各个部族依旧保持着古老的风俗 因此不论是美丽的自然风光 还是丰富的部族文化都非常引人入胜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非洲物价很低 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所以非洲人基本上是烤山吃山 非洲的蔬果海鲜产量丰富健康饱满 而且价格也便宜的跟白粽一样 有小伙伴就想问 那到非洲旅游100元能吃到啥呢 我们知道在国内100元过去就能吃条烤鱼 但是放到非洲就不一样了 首先非洲人不喜欢吃海鲜 但非洲水产丰富 还是有许多海边居民为了生气出海捕鱼 在非洲一只大龙虾也就30-50元不等 螃蟹一斤只要5-6元 各类水果的价格更是低廉 10元就能买到好几公斤 这么一合计 难怪近几年去非洲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了 国内的视频安全这些年来就没消停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蹦出来各三路 因此许多商家借机炒作 贴给有机的标签就能把价格翻一翻 加看看人家非洲的有机食品 量足价钱又便宜 还能边吃美食边赏风景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 评论点赞哦 小伙优先 还有呢